今天素食教主為大家示範黑松露米意粉石榴球 聽名字可能不清楚是什麼 米意粉其實是意粉 但像米的樣子可能大家比較少見 這次也是純素版意粉 可以這樣說 忌廉用什麼取代 芝士用什麼取代 怎樣才可以煮意粉 又香濃又有煙嫩的口感 但這次也沒那麼悶 我們將它變成一個由中由西的Fusion 像石榴球一樣 大家記得留意 好 這個米形意粉石榴球分了兩部分 我們現在先做餡 那餡其實也是說意粉 那這裡你看到意粉很像米的形狀 你看包裝 有些包裝寫的時間短一點就短一點 我自己通常呢 就三至五分鐘左右 因為待會我們會再去匯 那不用一次過煮熟了 那我們就看到旁邊有煲熱水 我們在熱水那裡 給點鹽 那作用就是令到它 那個意粉入味先 那水滾 我們就下 那也不用給油 那等那個意粉呢 我們計了個時候 我現在計五分鐘先 我們中途呢 看一看它或者試一試它 那這樣攪勻它 那這個是營養酵母 那為什麼用營養酵母呢 其實是取代了這個芝士粉的 那因為我們如果是不吃 吃純素的朋友 那芝士用奶做的嘛 那我們就 芝士有些發酵的味 就是靠這個營養酵母去取代 那這裡你看到我一盒打了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取代了忌廉 那裡面就是有這個腰果 和燕麥奶的 我今天用的比例是1比5 就是假設你是100克的腰果 我就放500克的這個燕麥奶 那材料介紹完 我們就看看意粉 現在暫時就煮了兩三分鐘 那就隨它煮先 那我們煮了 這裡煮了六分鐘 我們試一試它 拿一兩顆試一試 現在它是大約五六分熟 裡面就有點硬的 那其實就對了 我們現在就把它隔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讓它煮一煮水先 我們就給一點點油 這個是橄欖油 就拌一拌它 作用就是讓它不要黏 如果你煮普通的意粉 過程都是一樣的 好 那就備用 好了 鑊熱了 我們先下油 這次的次序 如果大家有看素食教 主要知道我一定會先下菇 但這次呢 我就先下意大利瓜 為什麼呢 我想因為中途我會拿起的 因為我想它先炒一炒 讓它有香味 那最後我回回去呢 我想它有點口感 我不想它跟那個意粉一起炆 因為我切到很細粒 那它很快就會軟 煎到它有香味 出來呢 我們放一點鹽 少少少黑胡椒 少少黑胡椒 碎 兜均勻它 我們可以上回碟 然後我們先下菇 好 又是攤開它 那這個米意粉呢 我們有空呢 都反一反它 就等它呢 不要黏一塊 還有等它呢 散熱散得好些 如果不是呢 變成了面頭呢 又可能會不太熟 但是中間的部分 那部分 那部分呢 又會太熟 好了 那些菇呢 都炒到有香味 我們就反一反它 好了 都見到大部分都上色了 有點金黃了 我們就把這個掃火腿 把這些菇撥在一邊 又把一些掃火腿下去煎一下 那到掃火腿都有點香味了 我們可以加百里香 那百里香呢 我們可以呢 就拿著 勁的頭 就滷它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葉下去 我們如果怕 火太大 又調小一點點 那它那些 那些棚呢 如果是很幼暖 其實你加起來都不要緊的 那如果你這些粗棚呢 你撕下去那麼硬 沒有那麼容易斷 那些你就不要加下去了 好了 那下了一些百里香 那 又是 輕輕地熱一下 它 其實一炒的香味已經出來 現在火夠小了 然後聞到百里香的香味 我們給點水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給這個 燕麥奶加腰果打成的素忌廉吧 我們先不要加了 我們等一會 要不要補了 煮滾它 我們給少許調味 給點鹽 給點香菇粉 和黑胡椒碎 那記得我們松露醬呢 就不要那麼快下 因為松露醬呢 一加熱就會揮發 那你看到那個 稀潔程度 那都真的有點像是忌廉的 你看到我剛才因為加了少許水呢 所以它有點弄稀了 一點點 但是你看到都會稀身 那現在我們呢 就把這個米意粉回鑊 你看到我的意粉一落 還有那個 那些腰果呢 它一煮 它看到它已經結身了 開始有些 那現在就由它 調小一點點的火 慢慢揮一下它 因為它那個 比較稠 有腰果 那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最好有一隻平的橙 就貼著底去攪拌它 要不然它有機會會焦底 那都煮了一會 那現在我們呢 那現在我們呢 就不少少試一試那個 那個 意粉 那個生熟程度 和那個鹹味 那OK的 我覺得那個意粉呢 現在是九成熟的了 那差不多可以起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又會再焗它 會再熟多一點點 那但是我鹽呢 那個味道比較淡一點 那我再給多一點點 黑胡椒碎 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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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點香菇粉 加一點 你看到那些汁已經收光了 那如果你是即食的話 那煮到這個程度已經可以起了 但是現在我們要做餡呢 我們呢 需要再結多一點點 稍微煮多它 一兩分鐘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最後 給少少這個營養酵母 這裡大約兩茶匙 我們給 這個瓜 都可以回鑊 松露醬 那有些人不喜歡吃的 那我們 但是我自己都很喜歡 那我放一大 這個差不多一茶匙多一點點 這樣拌一拌它 那一拌呢 那些熱力一來 就馬上很香 那個松露的味道 好了 那我們可以關火 再加上這個松露油 進一步再香一點 這裡一茶匙左右 那現在呢 我就拌一碟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如果你要吃呢 其實已經吃得了 好 都很帥仔 放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我把剛才那些 百里香 又撕一點點 這樣裝飾一下 已經 這樣就有一碟 好 那我們剩下的那些呢 就拌起它 那我們去下一部分呢 那這個就是在一般的超市都會看到 寫著Filo Filo的皮 那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 好像麵粉的皮 那它又沒有蛋 沒有奶 沒有鹹味 沒有甜味 鹹就有輕微 那我們呢 就這樣攤開了 它本身是急凍的 我們攤它軟身 室溫 或者涼涼的 那我們就塗些 橄欖油 如果你想奢侈一點 你可以把橄欖油 倒一點點 蟲露油 那茶的皮 的原因是 等它 待會焗的時候 它會脆一點 和香一點 那通常第一塊呢 因為它有時候 會 它攤涼的時候有些乾了 它會有些裂 但是不要緊的 一會兒我們最後都會包在一起 那把它第一塊 把它疊過來 然後在這一層 我們又再給少少少油 輕手少少 我們又再 又再疊過來 那這裡就為之 為之一塊 我稍後再說 怎麼做 那這裡剛剛就是兩塊 把它疊起來了 那我們先放到一邊 我亦都做了一個大的板 不如 給大家再看看 大小的分別 我們把皮 拿把刀 我們開四份 我做幾個不同的大小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大份的 中馬 這個就是大馬 我們先包了一個小馬給大家看 你看到餡料放了一陣子 它已經收了水 比較乾身一點 就做這個石榴球就對了 放了一斤餡料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四面角 向中間 夾起來 你想漂亮一點 中間 上面這個位置好像有少少收腰 夾起來 它就好像一個石榴一樣 然後我們在盤底 也先放少少油 就放上去 那時間呢 的關係 我就一次過 做完它了 這些大個 中型版我們又給多一點 就覺得不規則就漂亮了 不需要特意每個都要一樣樣的 那好像這些 這樣就大一點 最後這個最大個 這個像一隻羅馬雞一樣 那個大石榴 好,那我們入爐焗之前,這個位是比較容易上色的 所以我們都要放一點點油 一來它會酥脆一點,你有油的位置 二來它就沒有那麼容易洞的,有少許油 掃一掃,但你不要那麼大壓它,不然它會走樣子 我們只是用掃這樣填一點油上去就可以 那我們就進焗爐,大約預約180-170度 焗到它的皮是有些金黃色,上色 還有好像這個底這個位都上色 那其實就OK了,因為餡已經熟,還有現在已經是熱的 那皮OK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就進爐了 好,那你看到一家大小已經出來了 那我就用了180度,最後都差不多用了12-13分鐘 那看你那個Melo,那你們自己再去調整 但是我建議不要太高火,你不要打算攤快,快點上色 那最重要是看一下底,你看到,都上了色,有些金黃 那還有旁邊你捏下去有少許都是脆脆的,你聽到,不知道聽到有聲音 或者你看不到,那現在我們就可以吃了,可以上碟 那這隻是小的,這隻是中 好,再把骨大 好,那就完成了 這個黑松露米意粉石榴球 如果你想再香一點,你可以淋少許松露油在裡面 即現在這個時候,不少松露油淋下去,那它的香味就會揮發出來,會再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